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天气相当的不错 就出来给它挖点 在这里就发现了好多的斧杖 这里的斧杖好多都很老了 不过也有很嫩的 你看这几株就很嫩吧 都是这么绿的 我们再看看这几株是不是非常的老 叶子也不绿色了 也变成这个很老的样子了 大家看它这个是不是开的花呢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 试开的花呀 还是要结果呢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颗的茎好大的 我们就先挖它吧 它的根茎会不会很大呢 我们挖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啊 这个快径呢 是比较大的 真不错 这种大细的快径呢 说明啊 它长的时间呢 比较长了 应该啊 营养价值呢 更高细 我们挖这一棵大的就可以了 不过大家 在挖这些植物的时候啊 请大家注意了 一下这个生态的平衡 不要呢 一次性挖完了 像这种小的 把大的挖走了 把这种小的 又把它埋在土里 等明年的时候啊 它又会长起来 这样呢 保持一个生态的平衡 我们把它拿到那边啊 去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过后呢 我们再把它 解成小块啊 把它晒干 就这样呢 把它啊 晒干备用 那么我们村的 九岁的老爷爷啊 就用他来泡酒 他说他的脚呢 有风湿 一到冬天呢 是很难受 这些年呢 他都用这个 来泡的酒来擦 有很大的帮助 整个冬天呢 舒服多了 当然这个辅杖呢 价值用途呢 还有很多 我都给大家 整理在评论区了 大家看完视频过后呢 可以一部评论区 去参考 也可以把你的经验呢 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关注评论 收藏 转发 点赞 长按点赞 由我相当 具体应用请尊当地的 专业人士指导应用 我是农民营养师 你要养生 大家可以关注我 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